好 欢迎回来啊 下面我们进入到第二个知识点 就是征税环节和纳税人 你把征税环节只要搞清楚了 自然就知道这个环节纳税人是谁了 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啊 学消费税我们刚才讲特点了 大部分的消费品都是单一环节征税 不是多环节 那么这个单一环节主要是发生在哪个环节 三个 一在生产销售环节 就是生产企业生产出来的消费品卖 在这个环节生产销售 所以他的纳税人当然是生产者 就是生产企业 对不对 好 而且生产企业在交消费税的时候 他的缴税方式呢 当然是企业自己直接缴纳 这就是第一 我们说了大部分 可以说90%的消费品 大部分都在这个环节中 这是正常的一般情况下 第二个呢 就稍微特殊一点 他不是在生产环节 是委托加工这个环节 这个消费品不是生产企业 自己直接制造出来的 他是交给加工厂加工出来的 这种情况下消费税就在这个环节来征税 所以纳税人是谁呢 注意一定是委托方 他是委托那个加工厂加工消费品 然后他在对外销售 但这个时候就不是委托方 自己直接缴税了 这时往往是由受托方代收代缴 除非这个受托方是谁呢 是个人 包括个体户 那就例外了 这个时候考虑到 你要委托个人加工 个人他很难 富有代收代缴的义务 这个呢 就要由受托方代收代缴 所以大家发现在委托加工这个环节 让大家算消费税的时候 一定是让大家算 请代收代缴的消费税是多少 所以初学税法的学员呢 一定要清楚 这个委托加工环节 为什么会产生消费税 它的原理 为什么要让受托方来代收代缴 我觉得我在前面的第一章 在讲那个税法构成要素 讲纳税人代收代缴 代扣代缴的时候 我记得讲过这问题 那我们再重新温习一下 消费税当中里 特别涉及到委托加工 特点就是什么呢 这是一家生产企业 咱们联系实际 咱们看看工作 这个生产企业本身呢 往往是委托谁呢 委托加工厂 这是一个加工企业 他们俩就签了一个加工 委托加工合同 然后现在这个生产企业要求这加工厂给我加工一批什么东西呢 就是应税消费品 都不是一般的货物 一定是加工出来的 是应征消费税的消费品 在加工过程中 往往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消费品本身来自于的主要原材料 用于加工这个消费品的原材料 都是由生产企业 我来给你提供 我把这材料提供给你加工厂 你主要的任务就是给我什么 就是给我加工 你就是给我提供 加工服务 这就是委托加工它的基本特点 于是呢 生产企业我把材料提供给你 你负责给我加工好这些消费品 加工完了之后呢 我就支付你什么 加工费 对吧 好 那么把加工好的这个消费品 已经是已然成为消费品 按理来说是应该要交消费税的 对不对 但这个时候 它就涉及到一个消费税了 那这时候这个消费税谁来交呢 不是加工厂来交 一定是生产企业 它是委托方 它是纳税人 它需要交消费税 所以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一定不是加工厂 加工厂本身 它主要是以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它是应该交那那个税 但是它交的 它交的主要是增值税 生产企业 生产企业作为委托方 是纳税人 它主要交的是消费税 看出这特点了吗 所以加工厂属于增值税的应税行为 提供了加工服务 就收取的加工费 它需要去提增值税的销项税额 那么作为生产企业来讲 由于加工好的是一个应征消费税的消费品 所以在征消费税的时候 应该是生产企业交 可是在交的时候 在什么时候交 哪个环节交呢 大家看出来 你究竟加工了多少消费品 应该交多少消费税 税务机关是很难掌握的 就这个税源 税务机关是很难掌握的 你要自己报的话 就会出现什么情况 你把加工好的消费品 当你在对外销售的时候 如果还在生产销售这个环节 征你这消费税的话 这里面就可就出现漏洞了 也有可能你加工了100吨 但是等到你在报税的时候 你说我只销售了30吨 你究竟加工了多少 税务机关是很难知道的 但是谁最清楚呢 加工厂是最清楚的 为什么 因为加工厂是按照加工的数量 他来收取加工费 所以于是呢 他掌握这笔税源 因此呢 在消费税当中就说了 不能等到你实际销售的时候 让你这个生产级 自己去直接交 不可以 这个漏洞太大 所以就把这个纳税环节 往前提了 就由这个加工厂 你在收取它加工费的同时 你就附有替税务机关 代收这笔消费税的义务 你有代收消费税的义务 因为你收它的钱 加工多少是最清楚的 所以根据你收取的这个加工费 OK 你来代收代缴消费税 所以按照这种正常的委托加工 如果在算代收代缴消费事实 你发现它的税机是什么 这时是代收 那就是不让生产企业 自己直接报税 是由加工厂来替税务机关来代收 实际的税是由生产企业来交 这时你发现代收的消费税的 组税价格是不是材料成本 然后加上加工费 我们考虑从价计争的 然后再考虑消费税 一减消费税的税率 是不是 其实呢 就是成本加上加工费 再加消费税 就组成了它的税机 此时这个材料成本 是人家生产企业提供的 也就是你受托方 加工厂紧收的这点加工费 作为计争消费税的税机 所以它的税机是很少 它不考虑利润 没有利润问题 不是成本加利润 就是材料本身的成本 加上加工费 就是你收的这点加工费 作为税机 所以你收完了 然后让生产企业提走 生产企业拿走了 再卖 它就不在这个环节争了 所以这次的消费税 就改在提货 这个环节 把消费税就已经争完了 所以原理大家要清楚 就是为了防止中间的偷税漏税 因为这种税源 税务机关是很难掌握的 所以法律就给设定了 加工厂付有代收代缴的义务 行了吗 你要生产企业 你自己生产 直接销售 你自己交 你委托加工厂 来加工这个消费品 这个时候是由加工厂 代收代缴消费税 所以我们在前面讲了 此时加工厂 代收的这笔消费税 是不记录 它自己本身的收入了 因为它代收完 这消费税 是要交给税务机关的 不要进本方收入 所以它不属于 加工厂的价外费用 不属于 相反 这笔税是要进入到 生产企业的成本中 是不是这样的 好了 这就是委托加工 所以在这个环节里面 纳税人是委托方 但是他不直接缴税 是由受托方代收 所以跟生产企业不太一样 大家清楚了 第三个环节 正常的进口环节 所以纳税人是进口的单位和个人 但是不是由税务机关来征 完全由海关来代征 所以正常情况下 就是这个或生产 或加工 或进口 然后下面就是特殊情况了 两个特殊 看好吗 第一个特殊 大家看 是批发环节 在批发环节 能够征消费税的 禁止 谁呀 卷烟 电子烟 它是在批发环节也征 其他的消费品都不在批发环节 因为都在前面这个环节征过了 所以中间的批发就不征了 唯独卷烟 还有今年增加的电子烟 所以既然在批发环节来征 所以纳税人自然是批发商 但是批发商在批发这烟的时候 还要进一步看是批给谁 如果批发商就是批给还是批发商 这个是不交税的 批发商一定是卖给零售商 它才需要交税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这个概念一定要明白 没准就含在计算题口 所以说到这个卷烟的问题上 我们有些学员没有接触过 实际 所以可能也不太了解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咱们国家的这个关于卷烟这个问题呀 实行的是烟草特卖制 是有特许经营权的 没有这个卷烟的经营许可 是不允许卖的 它实行的是专卖制 烟草专卖制 理解这专卖制吗 你看它这个卷烟的销售是怎么样的 它说这是卷烟厂 它本身是生产企业 那么它生产出来的这个卷烟 是直接销售吗 它跟别的消费品不一样 它一根也不能自行销售 实行的叫专卖制 烟厂整个把这个生产出的卷烟 它不能自己直接就零售 它一定是专卖 只能卖给谁 卖给我们的烟草专卖局 看出来了吗 大家都熟悉这个烟草专卖局吧 好嘛 这个单位可是个肥柴市 垄断呢 因为实行专卖嘛 所以呢 进到这样的烟草专卖局去工作 绝对是福利工资都很高的 那就才一家嘛 而且又是烟 利润又非常的高 所以它往往卷烟厂 给的是烟草专卖局 它呢往往通常称为 叫一级批发站 因为你只能给它 所以这个时候烟厂把这个烟 专卖给烟草专卖局 它能卷烟厂直接就把烟卖给超市了吗 不可以 不允许的 不能够卖 所以专卖给烟草专卖局 此时在这个生产销售这个环节 就产生了消费税了 这个时候卷烟厂就必须要缴纳消费税 它是纳税人要交税的 而且在这个环节交的时候 它交消费税的时是复合即征 因为是卷烟 既从家还要从量 OK 这个环节的税就交完了 那么作为烟草专卖局 拿到这个烟草卷烟之后呢 很有可能出现了下面两个 再接着批发 又接着批发 批发给谁 我们除了有一级批发站 还有二级 甚至还有到三级 也都是批发站 知道吗 所以在烟草专卖局 还得往下再分 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批发商把烟继续卖给 二级批发站 三级批发站 这就叫批发商跟批发商 直接销售卷烟 只要是烟草专卖局 同样把烟又卖给了 下一级的批发站 在这个环节 交税吗 不纳税 这个是不征消费税的 看好吗 好 如果出现烟草专卖局 除了批给这个 二级三级批发站以外 烟草专卖局 直接把这烟就卖给了谁呢 零售商 这个零售商往往都是大型的超市 你看我们买烟不都在超市里面去卖吗 给了直接就是零售商 大型商市就批过去了 这个环节 这就叫批发商卖给零售商了 也叫批 批给零售商 交税吗 这就要交税了 只要交税的时候 纳税人是谁 就是这个烟草专卖局 一级批发站 他也变成纳税人了 要交消费税 这时变成了双环节交税 卷烟厂生产销售时 要交税 烟草专卖局批发站 批给零售商时 批发商要交 他是消费税纳税人 看好了吗 好 那刚才说了 专卖局如果批给了二级 或者三级批发站 这个环节补充 等到批发站下一步 肯定是给各个马路上的 那些烟的什么 零售店 卖给那些零售店 对吧 那些零售的那些店 再接着卖烟 这个环节 纳税吗 当然了 纳的时就是这些 二级三级的批发站 他们就变成纳税人 这是我们国家 烟是这么一个特殊的 这么一个流通 所以作为卷烟 纳税人一定是俩 既有生产企业 也有批发企业 所以它是双重征税 而且批发企业 在交消费税的时候 里面已经含着卷烟厂 已经交的消费税 带着它进入到成本里了 这是不允许抵扣 就是让你重复交税 所以烟的税负是非常高的 就是不让你吸烟 所以大家看出来 现在烟的价格很高 如果说你这个又想吸烟 但是呢 你要是没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恐怕你以后都抽不起烟 当然抽不起好烟 可不就抽那些次烟 那些次烟是极大的有害健康了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烟的特点 所以烟呢 本身它是两个环节 所以它的纳税人是既有生产企业 又有批发企业 但是没有零售企业 你看这些零售店 包括超市 在把这个烟再卖给消费者手里的时候 它就不是批发环节了 这已经进入零售环节 到零售环节还有消费税吗 没了 所以烟只在两个环节 一个是出厂销售时 一个是批给零售商的时候 两个环节 所以纳税人要搞明白 所以对于新学员来讲 一定要弄清楚了 OK 这就是特殊的第一种情况 仅限于卷烟和电子烟 其他的消费品 一律不涉及到批发上 好吗 好 这是第一个下面第二个特殊的就是我们的金 银 薄 钻 还有豪车 它就涉及到零售环节了 其他的消费品一律不会在零售环节 包括刚才说的卷烟 它都不会在零售环节中 能在零售环节中 第一个就是金银薄钻 因为呢消费者买东西 他不会直接跑那个首饰厂去买去 消费者买这些金银首饰都是到商场去买 所以这个消费税呢一定是放在零售这个环节 直接征消费税 那就意味着当首饰厂生产企业 把打造好的这个首饰卖给商场的时候 是不征消费税的 只有商场把它再卖给消费者的时候 商场才是消费税纳税人 所以它特殊 第二个大家看出来是豪车 这个豪车又跟金银薄钻不一样在哪 金银薄钻仅仅是在零售环节 是单一环节征税 它只在零售环节 它都不在生产销售环节 但是这个豪车它在零售环节征 但是它征之前它已经征了一道税了 它是双环节征税 就跟燕一样 它那个生产小汽车的厂家 卖给4S店就必须要征一道税 等4S店零售商再卖给消费者再征一道税 所以它也是一个双环节征税的 所以这个时候纳税人是谁呢 自然是零售商 而且他们都是直接纳税 好了吗 好 所以这就是豪车 所以豪车跟卷烟不同在哪 卷烟的纳税人是生产企业跟批发企业 豪车呢是生产企业跟零售企业 所以在我们的消费品当中 唯一的双环节征税的 就是这个卷烟电子烟跟豪车 其他的都是单一环节征 好 这就是纳税环节 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 这样纳税人自然也就清楚了 好了 这就是一个 所以看完了 我们给大家换一个角度 给大家重新归纳一下 这个表看懂了吗 只要不是特殊的消费品 是一般的应税消费品 就是单一环节征 要么在生产 要么在加工 要么在进口 绝不会发生在批发和零售 绝不可能征 就在这个货的 这个单一环节 但是如果是卷烟的情况下 大家看双环节 生产跟批发不仅都征 而且是复合计征 但是你发现 如果是电子烟 也是双环节 但是都是从价计征 计征方法得记住 但是不在零售环节中 所以卷烟和电子烟的两个环节 一定是生产这些环节 在加肯定批发环节 所以双环节 而金银伯钻呢 虽然特殊 但是它是单一环节 它仅在零售环节中 它既不在生产 也不在加工 也不在进口 也不在批发 只在零售 豪车呢 大家看是双环节 这个双环节 一定是在生产和零售 不在批发 而且都是从价计征 所以我们前面讲完了 最后大家把这张表 最后要留住了 明白了 不用死计 这就清楚了 然后反映在计算题当中 一定要很清楚才可以 OK 这就是一点啊 然后我们这里要提醒大家 学习的时候容易混的地方 一般的消费品都是强调单一 而这个单一不见得是仅限于生产 也可能是生产 也可能是加工 也可能是进口 但是我告诉大家 90%以上大多数都是在生产环节 我们考试主要也就是考生产环节 这是 但是如果是特殊的消费品 就是金银博钻 虽然也是单一环节 但它一定仅在零售环节 它不在上面说的三个环节征 对不对 好 另外采用双环节征税的话 一定注意 如果是卷烟 它要么在生产或加工或进口 但它一定要必在批发环节征 它可能是生产加批发 可能是委托加工加批发 也可能是进口加批发 肯定是双环节 OK 如果是电子烟呢 大家看这是今年一定特别注意的 是生产也是加批发 在生产环节 是要由这生产企业 必须有经营烟草的许可证 而且还必须获得了 使用他人电子烟的产品注册的商标的企业 来进行纳税 也就是说他不仅要有烟草专卖的生产许可证 而且这个电子烟 他还必须获得了许可 他使用他人的电子烟注册商标的 这样的企业都需要交税 看上什么 那就是说使用人家的注册商标 然后来销售电子烟的产品的这样的企业 只要通过代加工这种方式 生产电子烟的 这个是一定是谁 是这个商标的所有权人 谁来缴纳消费税 如果说虽然从事加工 但是呢 这个商标并不属于这个代加工企业的 他不交消费税 所以关于代加工的问题 一定注意这个电子烟里面的纳税人 一定是持有商标的企业 才是真正纳税人 如果我光给你负责加工 然后回头呢 商标不是我的 是你的 你交消费税 所以电子烟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么豪车也是双环节 但是它是商产加零售环节 这是它特色地方 好了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一错一混的地方 作为学消费税 一定要搞清楚它的纳税环节 这点特别重要 好 看完了 我们立竿见影 来练一道题 在下列各项中 既征消费税 又征增值税 这不就重叠既征吗 这肯定有重叠既征的 对吧 好 在批发环节销售卷焰 这就告诉你 由于卷焰在批发环节 要征消费税 只要一涉及交消费税 必征增值税 是不是这样的 但征增值税 不一定征消费税 只要产生交消费税 必征增值税 第二个 在生产环节销售的是小汽车 在生产环节卖东西 必征增值税 也必征消费税 由于是小汽车 必征消费税 那肯定交增值税 下面 零售环节 卖金银首饰 金银首是因为 只在零售环节 征消费税 那当然 必征增值税 最后 进口的是高档化妆品 那肯定征消费税 那就 必征增值税 所以最后 准确的答 ABCD 肯定 所以这就产生了 征消费税 是 必征增值税 你只要把消费税 这个环节 那搞清楚了 那增值税 肯定是知道的 一道题 下面 下列单位 属于消费税 纳税人的 看好啊 生产销售 金银首饰 给有资质的 首饰店的单位 这句话 看明白了吗 说的是生产企业 他把生产出的金首饰 卖给了这个首饰店 交吗 你只要知道纳税环节 你肯定能判定出来 由于金银首饰 他不在生产销售环节 他是在零售环节来征 所以这时生产企业 是不征消费税的 这时消费税的纳税人 应该是首饰店 而不是首饰厂 是不是这样的 他才是纳税人 不是生产销售企业 委托加工白酒的单位 委托加工的委托方 作为纳税人 对不对 对 这是消费税纳税人 只是他自己不直接交 进口高档化妆品的单位 肯定的 受托加工卷烟的单位 他不是真正的纳税人 他只负有代收代缴的义务 纳税人一定是委托方 所以准确的答案 只有谁 只有B和C 是不是这俩 A和D不是 所以大家看出来 你只要把纳税环节弄清楚了 他这个纳税人是谁 自然就出来了 很容易的 再列一道单选题 烟草公司 他负责提供烟液 这不原材料吗 然后委托乙公司 要加工出一批烟丝 烟液不是消费品 但烟丝已经变成了 应税消费品了 这样就出现明显的是 委托加工 甲公司 把已经收回来的 烟丝中的一部分 又接着用于生产出卷烟 另外一部分 就把它直接卖给了丙公司 加工回来的烟丝 一部分就直接继续生产烟了 一部分呢 就是直接卖了 根据规定 在这项委托加工烟丝的业务中 消费税的纳税人是谁 看清楚了 假公司是委托方 委托乙公司 嫁公烟丝 那自然纳税人是谁 一定是委托方 不能够是受托方 受托方只是代收代缴 是不是这样的 好了 所以是乙吗 受托方不是 是丙吗 更不是 丙公司是买方 买家 假公司和丙公司是吗 不是 所以准确的答案 只有谁 A 所以在委托加工里 搞清楚了 委托方是纳税人 真正纳税人 受托方不是 但是这个税是他代收 好了 这就是第二个知识点 完成任务 非常简单 所以消费税最关键 就是搞清楚 环节 正常情况下 特殊情况下 哪些是单一环节 哪些是多双环节 OK 好 进入到第三个知识点 就是税率 消费税的税率是两种 一种是比例税率 一种是定额税率 因为它又有从价的 那就是比例税率了 它又有从量计征的 那一定是定额税率 所以我刚才说了 在消费税当中 大部分的税率 都作为已知条件给 不需要大家计 知道吗 不需要大家计 但是个别的 需要大家得计 考试时是不给的 好 我们下面看 大部分的消费品 都是适用比例税率 那就说 在这个三种计征方法中 从价计征是多数 90%以上 都是从价计征 个别的才是从量跟负荷 所以运用比例税率比较多的 而比例税率 它实行的是差别 比例税率 而且是什么差别 叫产品差别 还记得第一章 我们讲比例税率里 又分那个单一的比例税率 和差别比例税率 在差别里又分行业差别 产品差别和地区差别 消费税就是典型的产品差别 不同的消费品差别特别大 这里不需要记 我们需要记的 需要自己来记的税率 是我给大家提出来了 既然需要大家记 大家要该背的要背 然后通过做计算题 大家来反复记住了 第一个需要记的是 卷烟 注意是在批发环节 在批发环节时 它的比例税率是11% 注意刚才讲的 到了批发环节 它就不分 你批的烟是甲类的 还是乙类的 它就不分了 它是不管甲类乙类 统一的都是11% 定额税率你不用记 它一般是给你的 所以这儿必须得记住了 11%考试是不给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是电子烟 因为电子烟 大家看出来也是双环节 所以就出现在生产和进口环节 是36% 但是批发环节 跟卷烟是一样的 都是11% 因为它双环节都是从价计征 所以就注意这个比例税率 36% 这是今年教材新增的 所以务必记住 很可能会考在计算题中 这是第二个要记的 36%和11% 大家记住 如果是豪车 仅记 零售环节的 生产环节不用记 比例税率10% 记清楚了 金银博钻 建议大家最好要记住 因为它只在零售环节中 是5% 记住了 不给 大家也就要记清楚 所以总体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大部分都是给大家的 不需要大家记 只有我提醒的这几点 你最好记住 这样心里就踏实了 那么少部分的消费品 都是定额税率 这个定额税率 主要适用于 三种液体的应税消费品 哪三种液体 啤酒 黄酒 成品油 不就是液体的吗 都采用的是定额税率 是从量定额 所以这个是固定税额 那么这里在采用 从量这个定额税率时 特别注意啤酒 因为在啤酒当中里面 它在采用定额税率时 啤酒要分 甲类和乙类 有点跟那个卷烟一样 所以为什么 因为甲类啤酒 跟乙类啤酒 它的定额税率是不一样的 所以必须得区分 就跟卷烟一样 甲类一样 你比例税率56 你乙类卷烟 比例税率就36 啤酒也有这问题 啤酒也要分甲类和乙类 而它在划分甲类乙类的时候 它的标准呢 是根据出厂价 来判定是甲类乙类的 是根据它的出厂价格来判断 所以的出厂价就决定了 你是甲类的还是乙类的 从而影响了你的固定税额 是不一样的 但是 只是影响到它适用的定额税率 不会影响它的税额计算 因为等到真正算税的时候 就跟它出厂价没关系了 它是拿你卖的的量 乘以这个固定税额 所以这时就跟出厂价 价格卖多少钱没关系了 这个概念一定要清楚 所以这就是啤酒比较特殊的 黄酒没这问题 第二个提示的 只有白酒跟卷烟实行的是复合计征 既要适用比例税率 也要适用定额税率 仅限于两类消费品 就是白酒跟卷烟是复合的 好 这两个提示 大家清楚就可以了 然后呢 具体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税率表 首先重点看一下这个卷烟 这个卷烟是既有定额税率 又有比例税率 注意卷烟还得要分 它不双环节吗 在生产 加工 进口 正常的这三个环节之一的 这三个环节之一 在交税的时候 定额税率 都是这么三个数 要按照香 就150块钱 每香 要按照条 它就变成了0.6毛钱 每支 0.003 看完了 大家明白吗 也就是说 真正的税率表 给的这定额税率 是给的是这个 这个是法定给的 它按每支给你 但考试的时候 是绝不会用到每支 卖多少烟 然后按支 不可能的 它要么是按香 要么是按照条 所以这样是换算的 由于一香盐是五万支 我们前面讲了 所以五万支 按照每支 0.003 所以算出是150 要按照每条盐 为什么是六毛钱 因为一条盐是200支 所以乘以每支的 0.003元 所以算出是0.6 是这么来的 所以在卷烟 在生产销售环节 如果算的是定额税率 是要么按香 你就乘150 按条的情况下 就乘0.6 这两个会用上 这个大家清楚 而且是圆 不是万圆 然后再适用比例税率 在生产销售环节 是要分甲和乙类的 因为比例税率 适用的不一样 甲类卷烟 百分之五十六 乙类卷烟 百分之三十六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讲税务时 甲类卷烟 是因为一条烟的单价 70块钱以上了 70块钱以下 算乙类烟 70块钱以上的 算甲类烟 所以它的税率不一样 这两个税率 您不需要背 考试是给大家的 总之 你卷烟 只要在生产 或加工进口环节 它是要分甲类烟 和乙类烟的 特别是在比例税率上 它分甲类乙类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 到了批发环节 不也复合计证吗 首先定额税率 先看出来 就跟生产销售环节 不一样了 它就高了 批发环节的定额税率 要比生产销售环节 要高 每支就不是0.003了 就变成了0.005元 导致每一箱 就不是150了 就变成250 每条盐就不是6毛钱了 变成1块钱了 所以大家在这两个环节 征消费税时 一定得注意 这定额税率 但是到了比例税率的时候 就不再分 不分甲类 还是乙类 都统一百分之多少 11 这个大家记清楚了 剩下你都不用记 所以卷烟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它在两个环节当中里面 比例税率跟定额税率都有差别 在比例税率上 生产环节分甲类以类 不同税率 到了批发就不再区分 一律11% 定额税率也有差别 在生产销售环节 定额税率低 到了批发环节 定额税率高 是不是这样的 好了 所以这就是它的区别 大家要搞清楚了 第二个就是白酒 也是复合计证 定额税率是按照美金 0.5元 是按美金的 它是按金来确定税额的 比例税率一刀切 20% 不给 大家也应该知道 所以实行复合计证的 仅限于这两类消费品 所以大概咱们要折腾清楚了 OK 然后这里要知道一个换算 从量计证消费税当中 它的单位换算 一个大标准箱 合250条 合5万只 这个换算应该清楚 好 一吨的白酒 当然是2000斤 这是小学数学就学了的 所以用复合计证时候 你的从价和从量 它的换算单位必须保持一致 这里面的单位知道什么吗 就你从价如果采用的是以万元为单位 你从量也必须是要万元 但你发现凡是从量时 它的固定税额都是以元为单位的 这是在算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换算成万元 总之你这俩必须得移植 不然就犯低级错误 容易出错的地方是在哪 首先卷烟 它在两个环节在争 但是差别 首先在适用的税率上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看来吧 卷烟在生产环节 适用的税率跟批发环节完全不同 你得分别看 不管是比例税率还是定额税率都有区别 第二个呢就是是否区分甲类和乙类 在生产环节要分 到了批发环节它就不分了 好 这就是第一节 关于消费税的税务 纳税人和适用的税率 总体来讲不难 大家需要作为考试重点准备的就是税务 单选多选题 大家选好了 然后需要理解的就是它的纳税环节 好吗 这样的话整个的第一节我们全部介绍完了 这一节介绍完 简单总结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消费税的税务 税法是用列举的方式 一共列举了15类大类 应税消费品 要征消费税 没列举的一律不征 但是在列举的这个里面 大家一定要细看 要细看具体的再细分 在这一大类里面是否还要再细分 这个需要再展开看的地方 大家看首先第一大类就是烟 烟还要再具体再细分 细分成四类 哪四类 卷烟 雪加烟 烟丝 然后是电子烟 这是一大类 第二个需要细分的是酒 也要细分 分成三类 白酒 啤酒 黄酒 然后是其他酒 为什么要细分 是因为细征方法不一样 烟里面分成卷烟就是复合 其他的都是从价细征 你这个酒为什么要细分 白酒就是复合 啤酒 黄酒就是从量 其他的酒都是从价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必须得划分 这个是要引起关注的 这要清楚地方 然后下面大家要仔细看的 就是高档化妆品 包括美容的修饰类的 但是这个高档怎么叫高档 大家一定要把这十元和十五元这个标准 务必记住 按照克或者是毫升的 一定是每毫升每克十块钱以上的财政 按照一片的 这一定是每片十五块钱以上 像这个必须得清楚 下一个跟它类似的是什么 是游艇 能够征消费税的这个游艇 一定是属于什么 私人的 自娱自落的 不是用于盈利的 一定是非盈利的 而且对它的长度是非常有要求的 一定是八米到九十米之间的 这些该记得一定要记清楚了 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把握好 下一个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贵重的首饰 珠宝玉石 哪些都算到贵重的首饰 里面大概一定要看清楚 这是稍微细分一点的 下一个要重点细看地方是汽车 汽车是一个大V 然后在这汽车里又分是什么 乘用车 中兴情的商用客车 然后是豪车 所以必须要细分 把它细分清楚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大概要清楚 然后下面细分的是成品油 具体那个成品油都包含着什么 汽油柴油 什么溶剂油啊什么油 这些大概要清楚 所以这是在税目中 需要大家大类里面要展开 务必要好好看 在这些税目看完之后 一定要特别注意 在这个税目中又单独列的 哪些是不征或者是免征的 像这成品油里面 还要具体再来看 哪些是不征的 哪些是免征的 该寄一定要寄 然后下面像这种电池 哪些是属于免征的 该寄要寄 像这种汽车当中 哪些根本就是不征的 该寄要寄 所以这些 大家一定要仔细一看 把这些大类里含着小类的 这些提示的 必须拿分选择题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们需要掌握的 第二个 一定要理解消费税的征税环节 我们都学完了 一定要清楚 仅仅就这15类消费品 还挺热闹 哪些是单一环节征税的 哪些是属于双环节征税的 不同的消费品是不一样的 哪怕是单一环节的花 一般的消费品是在哪个环节 特殊的金 银 铁钻是在哪个环节 一般的消费品 生产 加工 进口环节 但你要是金银 铁钻都不在 它仅在零售环节 什么样的消费品是双环节征税 仅限于一 卷烟 必须是烟里的卷烟 不包括雪茄 也不包括什么 这个烟丝 一定是卷烟加电子烟 都是双环节征税的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豪车 双环节 这个要清楚 所以这个双环节 卷烟和电子烟双环节 是在生产销售和批发 豪车是生产环节跟零售 也不太一样 这是大家必须把环节 弄清楚的地方 所以最终要决定了 一定要知道环节清楚了 谁才是消费税的纳税人 自然就清楚 争消费税时 一定会争你增值税 但是当涉及交增值税时 不一定就争你消费税 这就是他们特色 所以这是我们要把握好的地方 这是征税环节 第三个呢 就是消费税的税率 两大税率 比例税率跟定额税率 取决于不同的消费品质不一样 所以涉及到大部分的税率 不需要大家背 个别的稍微复杂一点的 该寄药剂 所以这些把该寄的 比如说卷烟 该寄的就得寄 豪车 该寄药剂 电子烟 今年新增的 该寄清楚 这就是我们第一节 所以我们的重中之注 就是在前两个问题上 大家要需要理解 然后挤住 OK 这就是第一节 好